我先要跟你們講 我們這一站你們有看到你們的東西 這裡面講的是雙人CPR 但是剛開始我會希望每一個人每一項東西都要操作到 那從開始你要選擇什麼樣的AOA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AOA 如果說用AOA 因為我今天只有帶AOA 你要怎麼樣去選擇AOA大小 你怎麼樣給它放進去 然後到說如果這個CAS 呼吸不太好了 那你要怎麼樣去扣Ambu Mask 要能夠扣到呼吸 扣上去然後胸部可以有起伏 不可以有柔氣 胸部要有起伏 因為這個東西不像我們的肺部這樣子 我們如果嘴對嘴的話 它就完全不會漏氣 但是如果說你扣Ambu Mask 就需要一點技巧 不然的話就常常會漏氣 然後胸部根本沒有起伏 那根本沒有作用這樣子 所以就必須要讓你們練習 說扣Ambu Mask 扣上Ambu Mask的作用還不夠大 因為這是Room Air 只有21%的歐突而已 所以你必須要接上氧氣 要流量表要接上去 我們通常都開到富了這樣子 那12-15L這樣子 這個動作要蠻快的 你要一分鐘壓大概12-15次 一次壓下去 不是很快這樣不是這樣子壓 一次壓下去兩秒鐘 起來上來這樣兩秒鐘 然後五六秒鐘再壓一次這樣子 要看到胸部有起伏 這是標準的動作 之後如果說病人他 奇怪為什麼 我們一般的人給他 扣Ambu Mask 如果說他有Conscious的 他至少會Fighting 但是如果說沒有Fighting 那你要懷疑 他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所以你們要去Check 如果說你這樣子的話 他都沒有反應 你要去Check 因為他可能呼吸不是很好 那是不是已經 因為你給他O2N 他就沒有 都自己沒有O2N 你要自己去Check看看 是不是有Perserate 那CheckPerserate摸哪裡 好 我們通常是從 從喉結 喉結這邊往外面這個凹槽 這個地方摸 這個地方摸 摸的時間不會很久 大概5到10秒鐘 摸 兩指摸這樣子 那摸 摸這一側 如果說你用這隻手的話 就摸這一側 不要摸到對側去 因為這邊有可能會 Sense到自己的Pers 這樣子 所以摸 你用右手的話 摸病人這一邊 摸 如果說他沒有Perserate摸的話 就要開始CPR 好 那CPR的話 位置以前都說 在哪個地方 上兩橫子 好 在胸骨切細上兩橫子 好 那這個地方可以 那目前有新的講法是說 兩五中線的下面 其實位置是一樣對不對 你們看 比起來位置是不是一樣 但是你們的手比較大 你們如果說比兩橫子的話 你要比這樣子 不要手再去把它蓋上去 如果你再這樣蓋上去的話 你會壓到間凸 好 那什麼Internal Breeding 什麼的 那一種Complication就會出來 好 所以你如果比兩橫子的話 是要從這邊往上面 好 那如果說你比這個 雙乳中線的話 是在這個的下面 而不是兩乳中線的正 正正這個上面 這樣子 那記得不是整個手掌 好 是用掌根的地方 這樣 那也不要說 心臟在比較靠左邊 所以就壓去到這一邊 這樣子 因為我們臨床上 蠻常看到這個樣子 那所以應該是在胸骨上面 這樣子 以前都說 壓的速率是一分鐘 80到100下 那新的是說100下 就是壓100下 你盡可能可以壓到100下 這樣子 那它的壓下去深度 還是4到5公分 好 一樣4到5公分 或是說 整個胸臂的三分之一 這樣子 整個前後進的三分之一 這樣子 那 大概是這樣子 那你要壓多久 壓到它 壓到它多久 壓到它多久 壓到它有心跳 那你怎麼知道它有沒有心跳 壓個幾分鐘就check一下 壓幾分鐘就check一下 大概 通常的話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是做四個cycle 好 那一個cycle是怎麼樣 以前都說 兩個人的話是多少 15 26 兩個人喔 以前的話 新的話是說15比2 以前的話 雙人是說1比5比1 兩個人的話 一個人的話是15比2 兩個人的話才是5比1 這樣子 但是新的不管雙人或是單人的話 都是15比2 一直到on and 以後才是5比1 這樣子 所以你們現在 我們沒有做到on and 那邊 我們做的是BLS這邊而已 所以呢 還是一樣15比2 你壓15下 這邊的另外一個人 壓兩下 這樣子 好 那一定不可以說 很著急趕快給它壓兩下 然後這樣子 因為氣都沒有進去 這樣子 好 那大概就是做完四個cycle之後 你要去check它的PERS 這樣子 那在臨床上 我們大概如果說 這個在醫院裡面 因為你有anbu 大概 你這樣子壓壓壓壓 我們小姐都很快就會 幫他貼上Leader 然後就知道說 你不壓的時候 有沒有PERS rate 這樣子 如果有PERS rate的話 如果有HARTBIT的話 EKG WAV已經有出來 那就是要checkPERS rate 這樣是不是真的有在跳 或有時候是PEA 這樣子 好 那現在你們需不需要練習 找一個人先上來試試看好了 兩個人 好 你站的最近你先 那如果說這個case來 來到急診裡面 那你在這邊的話 那他unclear 那他 還有呼吸 那他現在正在呼吸的時候 就這樣 這樣子呼吸 那你要怎麼辦 好來 好 這樣子的姿勢 沒錯 但是你不要用到 不是這樣子 這個會壓到他的軟組織 兩隻手指頭 在這個 兩個手指頭 在下按骨的地方 這樣子往上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子做 好 你現在把它打開來了 然後呢 這樣子 他不勾了 可以自己呼吸 還蠻順暢的聲音 那你要怎麼辦 一直這樣子放嗎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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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A2位 檢查A2位 好 檢查A2位 1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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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厲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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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戴上帽子 及口罩 帽子需完全包住头发 戴上口罩 带子需细紧于脑后 颈部 侧面以不露出口鼻为准 口罩可依个人有无戴眼镜 而选择蓝色防雾系或绿色普通口罩 然后再穿上鞋套 此时可致近前做一总检视 检查您的指甲 不可过长或过于尖锐 取下手上饰品 手表 放入裤带内 这是标准穿戴刷手 医库的样式 然后即可进入手术室内 刷手者 站于刷手台前 按下给水开关按钮 以清水依指尖手手背 冲洗双手后 保持指尖向上 肘关节在下 至刷子合架处 以右手夹住刷子 水平拉出 此时手及刷子不可接触周围容器 以右手持刷子刷毛向上 离刷手翼出口约五公分处 以便承接挤压之刷手容易 以右膝压刷手容易控制板 使挤压出适量刷手容易于刷子上 左手指尖并拢向上 右手持刷子 来回刷指尖二十次 将五指打开 沿着拇指、食指、中指、五名指、小指、各指尖 来回各刷十次 然后以螺旋状方式刷手肩、手心、手背 各十次 以左手接过右手之同一刷子 依前述方法刷右手 指尖二十次 指缝、手心、手背 各十次 继续以刷子刷右手前背 至轴上五公分之各面 每一面都需刷六次 弯曲、右手前背 弯曲、右手前背 使刷毛向上接出适量刷手容易 依同法刷左手前背至轴上五公分 将刷子丢于刷手池内 右手、手指合并、指尖朝上 依序由指尖、手、手背 用清水冲洗 同法冲洗、同法冲洗、左手 注意不可来回冲洗、双手 另取一刷子 依前面所示范之动作 做第二次外科刷手 此次只需刷至手肘即可 百分之筏 注意 刷手时指尖不可朝下 顺势将刷子丢于水槽内 再以清水冲洗双手上之刷手容易 刷手结束 双手保持在肩部以下 腰部以上 指尖朝上 以足部碰触自动感应开关 即可进入手术房间内 陈达医院手术室 我们刚看了刷手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整个手术室里面 那你收完水以后 到了这个手术室的穿戴 那再跟各位提醒一下 像这个事实上刚刚要进到这个手术室事实上 我们现在都会有这些门禁的管制 所以美主到这个威克莱的这个处长 我想一开始要去 去申请这个 进入这个手术室的这些密码 把各位的这个 识别证拿去申请 那以后才能够进到手术室 那大概 进来以后 那每一个手术室 那大概 以后各位我想大概会分配一些柜子 给各位到手术室以后使用 那一个 在手术室大部分两部分 一个是他放这个衣物的这些 衣物啊帽子啊口罩这些地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啊 你放这个柜子的地方 我想各位在客户室进去过 大家都很清楚 那OK 这就是 拿这个刷手哈 那 嗯 水的这个控制键哈 是用你的脚哈 在这个啊 刷手槽的这个下方哈 我想各位都清楚 刚刚也看过哈 OK 那收完手以后 刚刚讲过哈 大概我们整个屋剧面 那大概是在我们肩膀到这个腰部的地方 所以大概收完手以后 你大概就要保持 你的双手要保在你的胸前哈 那从你的这个肩部到这个腰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算是 无菌区哈 算无菌区 我们看下一张 那像这样的姿势不对的哈 应该因为 你看这个 双手已经垂到这个啊 腰部以下 那已经算是他到了这些非无菌区哈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呃 姿势不对 那 基本上大概各位到了这个手术室以后 那大概这个流动哈 流动的小解 那我们大概在每一个手术网会有两个小解 一个是刷手小解嘛 那另外一个是流动小解 那流动的这个啊 护士大概他会把 各位要穿的这些包布跟这个 把他打开了哈 那基本上我们在开刷网的使用 现在会有两 两种哈 一个是呃 Disposable的包布 那另外一种是这个啊 布的这个 就这个啊 布置布的这个包布哈 那基本上这两个方法它折裂方式 不管是哪一个方法 折裂方式大概都是一样哈 那大概在最上层这个地方 那放的 它包布一打开呢 那在上层这个地方 会是这个啊 插手的这个 插手的这个啊 单子哈 或者这个包布 呃 OK 那各位就是说 顺 它大概会放两条哈 不是大概 它一定每一个人会放两条 那一条一手嘛 那大概各位就从这个啊 呃 指尖的这个地方一直往下哈 然后往这个 手肘的地方这样子插下来 那把你的这个 手插干 那再换另外一手哈 那再换另外一手插 那一直插到手肘的地方你就把它丢掉哈 那一般我们在插手的时候 一样哈 跟你刷手一样 那这个是 这个是 原则是一样 就说你 从这个指尖的地方刷下来 那刷到这个啊 手肘的地方你 不应该再往回插哈 因为你大概你指尖那个地方已经插过 大概就算是比较干的地方 那你这个手肘的地方是比较 比较不是那么那么干净的地方哈 所以你插完过去以后 大概不要往回插 那插完手以后 那接下来他放的就是这个啊 你要穿的这个手肘衣哈 那手肘衣他的折法 呃是他是 把你要穿的那一面 他折在上面哈 所以当你手肘衣拿上来 拿上来 你面对的这一面 就是你要穿进来的那一面哈 所以你要注意在这边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你就不要去碰到你手肘衣 他折在手肘衣里面的那一层哈 因为那一层会是以后 穿下以后会在外面的 所以记得哈 那大概你能拿 就是说他现在折在上面的这一面 就是你要穿进来的这一面哈 那一拿上来呢 你把它摊开 ok point 不太不太清楚 ok 一把它摊开以后 那像他的袖子啊 像那袖子这一些 袖口都是一样 它是折在上面 就是那一面哈 那你就顺着找到这两个袖口以后 你就把把双手 那把它穿进去哈 那穿完以后呢 穿完以后呢 那这个动作是刷手小姐他们的一个 自己穿戴手套的一个动作 那一般像各位做assistant 或做operator的话 那大概都是会有这个流动小姐帮 帮各位来穿戴这样子一个手套哈 所以大概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那这是自己穿戴这个手套的方法哈 那你刚刚各位看看哈 那事实上都是尽量保持不去污染到这个手套哈 这样的一个穿法 那各位穿进来以后 刚刚这手术衣穿完以后呢 那事实上是由这个刷手的小姐 会帮你这个把手术衣后面 那帮你把它系好 那前面的这个流动小姐呢 他会帮你这个戴手套哈 那各位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的手套当你在帮你戴的时候 一样你不要去碰到手套的这个外 外面的这些外围哈 那大概就是顺着这个顺着他帮你 穿在这个方向 那你把手伸到这个手套里面去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地方他会帮你穿好 OK 两只手穿好以后 那各位记得说 你的这个腰带 那自己顺时钟绕一圈 那把腰带的另一环交给这个 流动小姐 交给这个刷手小姐 那自己顺时钟绕一圈 那把你的截 就打在这个 你的左腰 打在你的左腰 那大概这样的就完成这个 整个手术衣的穿戴 那基本上我们在开刷房里面的这个无趣面 那大概就是 一样的道理 就是穿完以后 你大概还是 一般我们讲 无趣面是保持在你的这个肩部到腰部 那你的前面 那特别是面对这个 这个手术 手术这个台这一面 那因为你穿戴也好以后 那大概就要帮忙 帮这个operator 我帮忙把这个整个的无趣面铺好 那接下来才能够 让这个手术来进行 那特别特别注意 当你全部穿好以后 那不要去碰到任何的非无趣面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恐怕你的整个这个手术衣 如果污染到的话 恐怕你要再重宽 那刚刚讲过 在手术房里面 像这样的一个知识 我们刚刚讲过 它的这个无趣面是 从肩部到这个腰部的地方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知识是不对的 那这样很容易造成污染 所以这样的知识是不对的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你 除非说有时候比如说像骨科 他在造这个potable 那没有办法 各位要到外面去逼一下这个potable 那其他的时间大概 不要 不要跑到这个手术室外面 就是说你那个手术房外面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无菌区 当你穿戴好以后 那手术房外面的这些 我想都是算是非无菌区 非无菌区 所以你到外面来的时候 那这样会很容易造成 你这个整个手术室的污染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在手术室里面 各位我想各位也都很清楚 那就是说你任何这个吃 那喝的东西 大概都不允许带到这个手术房里面 那如果你有这个要这个吃喝东西 或你午餐晚餐 就我们的手术房后面 那有一个休息室 那各位可以把东西带到那个地方去 那大概任何的这个吃的喝的这个东西 大概都不允许带到你的手术房里面去 那我想今天我们简单到这个地方 那其他那更详细的东西 我想就各位等各位到外科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orientation 那我想今天就到这个地方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